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夏天来到了 大家都很热冲于出去做活动 行山 游泳 去旅行 打球 但是这几天太阳实在太猛烈了 一早早已经接近30度了 所以在户外做运动 出去的时候 甚至乎劳工署也发了指令给户外工作的人士 到了一个温度 他们工作多久都要休息 以防他们中暑 暑热 或者现在有说热衰竭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同类疗法基本上是什么症状 什么问题都可以处理得到 麻烦完医生 不如帮听众解释一下这几个症状的分别 如果万一身边有朋友做运动 或者在户外真的遇到这些问题 可以用什么疗劑即时帮他们 香港天气都比较炎热 尤其今年的夏天 预测会有破纪录的温度 地球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暖化 所以太阳过度晒太阳出现问题 都会经常发生 香港来说我在诊所里面 都会遇到一些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会用什么疗劑去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一般人如果是过度暴晒热的地方 或者太阳暴晒 就会出现一些暈暈的 有些人疲累等等 或者长期工作 在高温度的夏天 我们都会看到 Sun Stroke 中暑 或者Heat Stroke 或者暑热 简单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同程度的问题 同样相似的问题 早期的症状 会有些头痛 会暈暈的 可能眼睛有些黑点白点 很疲倦 到时慢慢来 然后人们会流行 面泛红 皮肤干 甚至乎是呕吐的 出汗有时会有 但未必一定有的 因为如果你出得到汗 其实你的温度可以降到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它们不多出汗 皮肤干的情况 会多一些 当然慢慢来 就变成高烧 温度高烧 所以蜜跳加速 以及呼吸也加速了 面泛红 红得起来 可能会更青 肌肉抽筋 或者肌肉痛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建议可以用洋葱汁 如果有机会用到 在家里的洋葱汁 洋葱汁给他喝喝喝 是可以帮助的 而我们的选业 我们的Heat Stroke 简单来说 是比较不严重 正常都是慢慢的 疲累、疲累、软弱 出汗会比较多 肌肉会昏昏的 还有有些焦虑 可能皮肤也是一种 濕濕、很白、很清白 蜜玻璃比较软弱 血液会低 这些很多时候 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 中暑的蜜玻璃 基层会比较快 而暑热的症状 会比较虚弱 通常蜜玻璃是比较慢 如何都好 我们在同一个疗法 都要考虑不同的症状 去配疗剂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疗剂 叫做Groninum 叫萧酸金油 萧酸金油 可以这样说 在选业中 是最有效的疗剂 有时候会刺激心脏 大家都知道 萧酸金油 在西医学里 都用来有心脏病的急救工具 滴下去 增强心跳 所以通常的症状就是 皮肤是青白 眼睛疑视了 眼睛不动 而且心跳得很大声 血液到头部 蜜玻璃很饱满 呼吸很困难 很辛苦 喘气又吐 还有胃窝的一种闷闷的感觉 加上体温高 甚至失了知觉 也会有的 如果这种情况 就是一种很慢烈的急性的种树 Groninum在尿剂下 蜜薄跳得很厉害很红的 另外一个是Beladonna Beladonna 其实也是很像Groninum 都是突然间的症状 温温等等 或者是没有了知觉 耳朵有很多耳鸣的声音 胸口很像抽筋 还有最重要的是头痛 密动性的头痛 尤其是在右边比较差 这是Beladonna 丹茄尿剂的症状 应用的地方 另外一种是Natrum Carbonicum 是叫做碳酸纳 碳酸纳 碳酸纳通常是用在一些人 因为暴热之后 出现慢性的后遗症 即是不是即时的 脏脏的肿 面红 接着人是有头痛 每次天气一热 他就会有头痛不舒服 即是不是很瘦得热的 这种体质 他也容易疲累 在他诊所 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些病 如果是真的中暑 很多时候已经进入医院 很少我有机会处理到这些 所以都要靠大家 如果当时是苏惠受害者 身上带着的疗剂可以立即使用到 但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我遇到的那些多数是慢性的后遗症 我通常是用这个疗剂 Natrum Carbonicum 用了之后 他们就立即不适的头痛都没有了 而且不会再遇到热 太太的头痛 这就可以彻底消除它 另外一个就是Jocemium 黄素兴 通常这种中暑的症状 头脏脏的温温肯定的头痛 忘记嘞到头抢宽肯定的 而且蜜薄是比较弱和慢的 睡得睡不到 这个和其他证人是很不同的 蜜薄是很缓慢和弱的 另外一种是varacial variety varacial variety是六泥露 主要的症状是 蜜薄之后头和胸口是很脏 而且蜜薄了 蜜薄了 蜜薄了 后尾枕颈部很痛 当然高烧 当然动物蜜跳得很厉害 蜜蜂蜂 缓云和作门 重心蜜蜜了 没有力量 我们叫severe frustration 这是六泥露的主要症状 跟大家介绍了这几只和中暑五只的主要疗势 另外如果我们叫暑热 某程度上症状没有那么强烈 但通常都是一个闷热的天气 湿度高 不清不干爽 有些人会出现这些 暑热的问题 早期的症状是 头痛 云稳地 作门 和是一种 卷桌 很累的 慢慢地 变成肌肉抽筋 症状的症状 然后是崩溃 甚至乎进入瘤黑的状态 慢慢地出现 疗剂里面都包括天气 天气通常都是 红热的 皮肤 摸下去是干干的 有氢有干的 热的皮肤 同时同时放大 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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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 白蛇根 通常在这种症状 是头痛很厉害的 头痛的时候 他不想动 头也不想扭 起床也不行 这种是白蛇根 通常是 最后一种是 Cuprametalicum 是铜 铜金属 重心是 在症状 很厉害的抽筋 尤其是手、脚、四肢的尾端 抽筋抽到很厉害 如果看到这种症状 疗剂就是Cuprametalicum 好 谢谢袁医生 刚才提过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除了外交游或运动 甚至有些朋友需要户外工作 也有机会受到这种猛烈的太阳 而出现了这种症状 香港人似乎看起来像暑热 因为有时都湿度很高 人们就吵着,闷着,发不了汗 出现了这种问题 有时可能 自己一下子不知道 自己很热,满热 但可能旁边的人 家人就会看到他们的症状 温温等等 反而好像医生说过 即时中暑,例如行山,运动 即时中暑 其实未必会 这么巧 自己有疗剂用到 刚才提过 有后遗症的 常见的就比较容易发生 所以希望大家听了这几集之后 都要处备了一些疗剂 以便不时之需时 就可以立即使用到 遇到这些问题时 够人够己都可以自己用得到 不要说听完就算数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疗剂 或一些关于健康的产品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可以透过 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 预约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上天 拜拜